你能不能忍耐一下 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 吴依他骗我 今天我见到袁梅花 他根本就不是 吴依口宗所说的那种黄脸婆 你也骗我 你明明见过他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我看他的样子 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人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呢 爱琪 从一开始 你跟有妇之妇在一块儿 你就应该有这种心理准备 我之前哪想过这么多 跟事已至此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帮你解决这件事情的 我 只有你能够 帮得了我 你 我知道 我心里有树 我不会让我的妹妹 就这么一辈子过下去的 老公 老公 我今天去公司找你 不是不放心你 而是我看你啊 最近都太忙太累了 我想帮你分担一点 知道 你还记得十几年前 你跟我说过什么话吗 十几年前 就是你爸住院以后 你秀的第一个家 你还记得跟我说什么了吗 我说什么了 你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跟我说让我嫁给你 你说 我是你这辈子唯一爱的女人 永远都不会有外星 我相信了你的话 所以就认定了你是我这辈子 唯一的男人 你知道吗 老公 当我看到你遇到困难 往后退缩的样子 我其实 其实是有点难过 但是我就在想 我既然选择了你 我就要全心全意地相信你 我要接受你的全部 你已经是走了 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些了 老公 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 你被公司解聘了 我们连房租都叫不起 我们就一起批发蔬菜 存钱买了货车 在各个小区迈 一起想办法 互相支持 互相帮助 我们经历了多少磨难 才走到了今天呀 你应该都不会忘记吧 所以啊 你看 咱们今天的生活多好 怎么突然谈起过去那些 无聊的事情 老公 这不是无聊的事情啊 这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奋斗的美好的经历呀 老公 我知道 我有很多的缺点 我有很多的小毛病 我不是你喜欢那种 小鸟依人的小女人 但是我愿意为了你改变呀 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就像我相信你那样 好吗 老公 好好好 我都知道了 时候也不早了 你赶紧去去洗澡点睡 我去看好问题 你也不要太晚了 我待会儿就上去睡了 好 好 随便 那就会儿 说 你也没想起来 如果你现在不离婚 等将来公司上市以后再离婚 梅花会分走你一半的家产 你以为我 我受机攻击 我也不同意 我不能学习 我都能延伟 我都能学习 我都能学习 你怎么能学习 好好我知道了 那我现在就去买 好 今天你放在我手里 我一定要给你个教训 我一定要给你个教训 还是上自那套车 这不是上次那位先生吗 小姐 这是你的车吗 麻烦你挪一下 我要赶时间 我怎么记着 上次我被你堵着的时候 你让我给你赔礼道歉来着 那这一次 你是不是应该给别人 赔礼道歉呢 不管是哪次吧 反正你赶紧把车挪走 我真的要赶时间了 喂 小念啊 我不去做指甲了 做指甲太贵了 一百多块钱呢 我回去再跟你说 好了 挂了 小姐 如果你要做指甲的话呢 钱我可以帮你付 但是 请你马上把车挪走 好不好 谁要你的钱 钱能买来一个人的 道德和灵魂吗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把车挪走好不好 我真的要赶时间 你急什么呀 就你急啊 上次我着急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着急啊 那怎么着 我确实想帮你挪车 只可惜 这辆车不是我的 喂 喂 喂 梨花啊 把辣椒给你洗了 你看看 谢谢我 谢谢 我跟你说啊 今天的客人特别重要 咱们得好好准备啊 我明白 我今天做了送菜鱼 还有回锅肉 还有好多菜都是现成的 您放心吧啊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些都是你的拿手菜 待会儿啊 吴亦就跟客人聊天 我就在这边准备就好了 我觉得吧 你做完菜以后 也得出去陪陪客人 我也去陪客人啊 不太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啊 想当初啊 我们无意 刚创业的时候 你出了不少主意 我有感觉 今天啊 你出去 说不准 也可以帮助他呢 是吗 行 那我待会儿啊 也跟他们一块儿聊聊 好啊 我上楼上去见个爷爷啊 好好好 您先歇会儿吧 嗯 陈律师 吴总 来来来 请进请进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来来来来 等着你呢 来 请 地方比较小啊 不好意思啊 真漂亮啊 这是你女儿啊 对啊 这是我女儿圆圆 长得真漂亮 像你 谢谢 对了 这个小熊 是买给圆圆的 哎呀 您看让您破肥了 好啊 还有一个恶交 送给阿姨 哎呀 你 哎 这个面膜 送给嫂夫人 哎呀 陈律师 您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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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啊 想叫您到家里边 吃顿家常便饭的 您看还让您破肥了 哎 来 来 请请 来 来 请坐 随便走 随便走 来 来 来 我在美国的时候啊 去别人家 总要带一些小小的礼物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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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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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律师 哎 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啊 哦 别提了 今天在超市门口 我的车被一个女士的车被挡住了 整好半天她没有过来 你着急不打车过来 哦 哎 很正常 咱们国内不比国外 国内就是人多车多 所以这种事情啊 经常发生 随便买着东西 要是有什么不合适的话 您不要介意啊 哎 怎么会呢 谢谢您 谢谢您 哦 对了 媛媛 妈 客人已经来了 哦 是吗 都来了客人啊 我妈和女孩 哎 来 客人 媛媛 快快快快 快叫叔叔 叔叔好 媛媛你好 老听你爸爸说你 你真可爱 谢谢 妈 嗯 这是陈律师 哦 好 阿姨你好 欢迎到我们家来 辛苦了 妈 你看 陈律师给您带的阿娇 媛媛 看是叔叔给您买的个小熊 啊 媛媛你看看 哎呀 谢谢谢谢 这破费了 哎 快坐呀 陈律师 来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哎呀 娄娄你看看 还给我带东西呢 来 喝点水 来 喝点喝茶喝茶喝茶 媛花 菜好了没有啊 好了好了 都准备好了 欢迎陈律 还有一道菜 来 来 来 怎么办啊 今天下午被我做去那个门呢 竟然是无疑的客人 完了完了完了 他要是看见我 肯定会当我无疑的证事啊 怎么办呢 我待会儿肯定是要去见客人的呀 儿子 这样吧 你跟陈律师谈正事 我呢 带媛媛上去还要做作业呢 你们先谈 行 来来来 那你们去玩吧 媛媛走 咱们上去了 我们去做作业了啊 来 准备吃喝茶 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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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来一下 快点啊 怎么 在国外带时间长了 喝咖啡喝管了 喝不干长吗 也没有了 来 陈律师给你客气了 三菜鱼来了 好 三菜鱼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多吃点啊 来 媛媛 你 你这干什么 你 你别再把这陈律师给吓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厨房里啊 油盐比较大 好不然 你就敷着吧 敷着面膜 对皮肤好 哎呀 您太上见仁义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希望没有吓到你啊 没有 那这样 那你们就先聊 我先上楼了啊 好 赶紧上去吧 辛苦了 吃点啊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这个 这 真是太失礼了 没关系 来来来来 我先敬您一杯 来来来来 来来来 陈律师 你看还是这样的 今天就准备了一些家常小菜 所以只有委屈您将就一点了 吴总 嫂夫人太辛苦了 要不然让她下楼一块吃吧 不不不 没事没事 回头她自己啊 随便弄点吃的就行了 关键是您才是贵客 要不您先尝一尝 行 来 嗯 味道怎么样 好吃啊 尤其是 嫂子今天做的这个酸菜鱼 简直是太正宗了 我跟你说啊 我在美国的时候 就爱吃这一口 今天终于吃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您要是喜欢吃这鱼啊 您就多吃一点 对了 这个梅菜抠肉啊 也是我太太的拿手菜 您再尝尝这个 这个我小时候啊 都管它叫做妈妈菜 妈妈菜 有什么典故吗 是这样的 我小的时候啊 我母亲总是做这道菜 给我父亲吃 所以呢 我就习惯了 叫它是妈妈菜 哦 让你找回一些家的感情 没问题 怎么聊了那么长时间 还不早啊 谢谢 谢谢 我干什么可聊的呀 真是烦死了 这面膜都快干了 来 随便吃 随便吃 好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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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了 不客气了 来 接 不客气了 先摘了吧 不客气了 吴总 谢谢您今天的盛情款待啊 您客气 能够在您家 吃到这么正宗的家乡风味 要谢谢嫂子 她辛苦了 没事了 没事了 陈律 对了 梅花 梅花 陈律师要走了 来了 来了 陈律师 关于公司上市的事情 哎 没关系 这个是我的工作 我会尽力的 好好好 再见 那我们改天再谈这件事情 好 我先告诉你 好 我送你 来 谢谢 谢谢 陈律师 那就摆脱了啊 好 那我告诉你 好 慢走 拜拜 再见 喂 我在家呢 干嘛 我 今天真的出不来啊 好 给谁打电话呢 你 不是 你吓我一跳 你怎么不声不息地就趴到别人身边来呢 我刚走过来 问你呢 你给谁打电话呢 刘朵啊 陈律师不刚走吗 我跟刘朵说公司上市的事情的 好吧 好吧 我上去了啊 哎 等等 梅怀 我说你今天是怎么了 人家陈律师来了 你不打个招呼 人走了吧 也不送人家 你这是待客之道吗 哎呀 事出有因嘛 行了 行了 我先上去洗脸了啊 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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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本来一点动力都没有 我现在特别想有一个帅哥能站在我面前 然后安抚一下我脆弱的神经 小脸 这不是说来就来吗 虽然是个大叔 但是好帅啊 小念 你放花痴了 你没有觉得刚才那男人很帅吗 他虽然就从我面前飘过去三秒钟 但足以 让我的心开始扑通扑通地乱跳 好啦 先搞完工作叫花痴吧 搞什么工作搞工作 我现在恨不得跟着他一块儿走 行 一块儿跟他 姓什么 叫什么 他家里在哪儿 他家里在哪儿 公司的重要文件 应该是有无意亲自保管的 我要怎么样才能弄到什么呢 哎呀 是 这儿吗 对对对 就这儿 力度怎么样 行 行 你这是用缺盖的表现啊 这跟缺不缺盖没关系 我每天都喝骨头糖的 那就事情也搞得 回去 我用我们的薰衣草的精油 还要跟你泡泡酱 太麻烦了 麻烦什么呀 这都是你的健康 比我健康重要多了 只要你好好的 我跟饭团 才能过好五一天 你给我时间 我就天天天天天地伺候了 哎呀 我说皇后娘娘嘛 那我得多不好意思 为什么不好意思啊 都是一家人的 伺候你是应该的 想不到啊 我长这么大了 还有人伺候我呢 那爷梅花都没这么伺候过你 梅花当然也伺候我了 不是 我意思是说 梅花怎么跟你比呢 她那时候 她就是劲儿大 喜欢劲儿大呀 像你喜欢劲儿大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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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干吗啊 生气了 我错了 好好好 老公不成了 想要什么呢 我想要去旅游 旅游 也没有人家 我错了 是 假设 你能够做什么 我错了 我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些人想要解读 你不想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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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奇亚 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啊 什么意思啊 咱们不管在什么时候 做任何事情 都要有自己的目标 目标 我觉得现在时机到了 你要想办法让吴亦下定决心 哥 你魅我是谁啊 我这点魅力没有吗 你就别担心了嘛 行 但是啊 你得万事小心 不要留下什么把柄 哥 你就放心吧 这点小心机我还是有的 真的 那当然了 其实我觉得啊 袁梅花挺傻的 爱琪啊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 袁梅花一点都不傻 她走到今天这步 完全是因为太相信无意了 就是因为这样啊 我才觉得她傻得可怜 你说她到现在还爱着一个 已经对她没有任何感觉的男人 你不觉得可笑吗 袁琪啊 正因为这样 你才更难做 毕竟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几年 你呀 小心点 我知道了 哥 快点 快坐 快坐 怎么了呀 上一次我让你帮着问的 公司上市的事有消息了吗 你姨父呀 他就是个马大哈 所以公司上市是个大事 我放心不下 现在啊 他们请了一个律师进来 我故意小姨父也正在咨询律师 那你能不能去问问这个律师 有关的情况啊 行 那我想办法 调到她的联系方式 对了 我小姨父好像把所有的上市资料 都给收起来了 你回头啊 放她在家里找一找 好 我回家找找 对了 这事你可千万别跟你小姨父说啊 她不让我插手公司的事 她要是知道我偷偷地 问你公司的情况 她肯定又该跟我闹了 知道了 今天小姨请你吃好吃的 待会儿想吃什么随便点 行啊 服务员 拿菜单 虽然用离婚拖延了公司上市的时间 但必须尽快地找到公司的重要数据 也不知道无疑放哪儿的 老公 嗯 你什么时候去旅行啊 咱们昨天不是说好了吗 等我把公司的事情 就要安排好了咱们再去 可是 要是再不出去旅行的话 我可能要得抑郁症 哎呀 这么严重哪 不行 不行 我不用让我的宝贝得抑郁症啊 那我现在就打个电话问一问好不好 好 旅行社吗 哎 你好 我麻烦你们给我推荐一下 你那儿都有什么旅游行程 您大概去多久 四天五月的话有便宜一点的 不不不 您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是要那种便宜的 您帮我安排那种档次高一点的 好吗 我知道了 那三亚怎么样 哦 三亚可以 对 因为三亚呢 它有很多豪华的无级酒店 很多情侣都会去 那里也有很多高级的高尔普书场 啊 好 我问一下啊 飞过去要多长时间 大概一个多小时左右 哎 您听我说啊 我安排这次旅行是为了庆祝我太太 给我生了个大胖儿子 所以呢 钱不是问及 您给我安排最好的 明白吗 这样啊 真是恭喜你们了 请等我一下 我去拿资料来详细解说给你们听 老公 这次不会是空头支票 数法不算数了吧 那当然啊 老公 真好 嗯 嗯 回来了 呦 这么早你就回来了 今天有点犯困 跑不动了 不跑车了 对 你给谁打电话呢 亲家婆婆来电话 说梅花啊 想喝我熬的地瓜粥 你别说啊 亲家婆婆人还真不错 对咱家梅花还真好 亲家婆婆 人没问题 人品刚刚的 哎呀 可事啊 可事 但事 但事 可事 什么可事 但事的呀 你别掉我胃口了 说 嗯 你糊涂啊 她不是一直想让 梅花给她生个儿子吗 怎么 想喝梅花再要个儿子 对不对 是啊 姐夫 你说我和梅花要再有个儿子 那该多好啊 你没病吧你 你 你没病吧你 没没没 值得你那么笑吗 不值得 我也奇怪了 我笑什么呀 哎 你刚刚是说梅花压力大 对 这婆婆跟丈夫都想要儿子 那压力能小吗 说 吴爷爷想要儿子 你还想要儿子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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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 我就是这么一说啊 可能人家还真没这么想 咱也别瞎才 人家就没这么说过 就你说的 是你想了吧 谁 怎么又跑我身上来了呢 就跑你身上 你们男人就这样 生个闺女不满意 非得要个儿子 这 说你的心里话 得了吧 有一个闺女啊 我都已经累成这样了 再来一个 那我早就累趴下了 那那 那也是透出你的心思 想要儿子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还就告诉你 我跟梅花婆婆不一样 我不重男亲女 这这 那 那你 那你也得服 行了 姑奶奶服 服吧 在我这儿 你就得四个字 谦卑 顺服 听下来 对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我还白找了半天 那这样我就先回去了 待会儿等他回来 你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行 待会儿回来我告诉他 那我就先走了 刘徐总 好 再见 再见 阿琪啊 你可得想办法让吴易尽快离婚呢 哥 我就特别想不通 你一会儿又让我抓紧 一会儿又让我不要着急的 我到底怎么做才算是对呢 我这还不都是为了你着想 你知道吗 吴易他们家老太太 逼着吴易跟梅花要生儿子呢 他万一生了你怎么办 他敢 吴易和袁梅花之间早就没感情了 他们还怎么生孩子啊 我可是为了提醒你啊 好了 哥 你就放心吧啊 吴易他现在什么都听我的 我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 他逃不出我的受伤心动 行 那我就放心了 梅花 喂 妈 您还没睡呢 妈等你呢 来来来 怎么了 有什么事啊 那个 妈想让你跟吴易 谈谈 让他去医院检查检查 这事还是您来说吧 您最了解吴易了 要是我跟他说的话 他肯定不会接受的 梅花 我们也知道妈想孙子 已经想了好多年了 怎么就抱个孙子那么难呢 再说了 我妈跟我儿子谈这种事 也不太好开口 那 我也 回来了 妈 儿子 这么晚还不睡啊 我等你呢 妈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您赶紧睡去 老年人熬夜也对身体不好的 那个是这样的 那个 没话 找你有事商量 好 行 那我们说吧 你赶紧睡觉吧 好好好 你们好好聊聊啊 好 聊了 走 快回去睡 儿子 老婆等你呢 我上去了啊 你快睡啊 好 累了吧 妈刚才好像有话要说的 是啊 她呀 还是想抱一个大孙子 妈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 老公啊 其实我们也可以再要一个孩子呀 那样的话 媛媛就不会那么孤单了 行了 行了 我们有媛媛就足够了 你想啊 如果我们再有个儿子 那该多好啊 而且现在呀 放开二胎政策了 好 累了回头再说吧 是吧 老公 下周五你有时间吗 下周五 你又忘记了 你每次都想不起来 下周五是我生日啊 你把这海给忘了 日子过得多快啊 转眼间我就要三十五岁了 花样年华的圆梅花 嫁给你无意 现在你看这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你看 还有好几道皱纹呢 梅花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有没有后悔过遇到我 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我 虽然跟你在一起 受过苦受过累 但是啊 你是一个好人 如果下辈子我还是女人 我也一定还会嫁给你的 老公 下周五小念说要请我们吃饭 顺便啊给我过个生日 whoio 好好好 我一定送你一个最大的礼物 吼